大家好,我是阿昌 今次就拍转东西了 原本这个也是没有打算拍的项目 但是吃饭首行六下讨论区 就看到有师兄转爆砖了 至于为什么会转爆砖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砖越出越硬 硬的东西通常负责另一个特性就是脆的 如果你转绿色胶,即使用6.5转 即使用6.5转,这支是 云石转嘴,而这支是8个M 但是如果 你用6.5转,又要用6.5转转 有时咀嚼一嚼,就整块砖飞出来 到时要缓砖又吐血了 特别是好像我现在的汤 没有遮掩,没有染的 总之你缓了一点都会实现到 这个时候,你再用一支 M8的云石转嘴转了 接着再转至6.5转,就稳定了 接着你要的是 一支电坯,加一支转嘴,一杯水 一杯水,又放在下面,点一下 你不用这样摔摔摔摔摔,有时很难操作 接着做之前,记得 看看你要转窗的位置 一个十字位,大概是4-5寸闊 左右,有没有看到的水喉或者插烧 你只要做了这一步 有九成的转脑水喉或者电线 你都避开了 你看到,这样一个十字形 都没有东西,你就可以砌它了 首先也是,这一手 做一个底座,底座的形状 然后斜斜地,让它下面 以一个二三十度的角度 先离开,接着开机,接着放进去 接着你看到有半月形的印 接着开始慢慢垂直直转嘴 再来,接着这个印 你已经定位了 接着就是 你看到,其实我说的尾巴 这个时候你可以轻轻地修正 将它尾巴磨过去 你要的位置 但记得,只要转入波子旋转的状态 你才会很容易 如果你是固定的状态 这个状态的转,你会一声 有时候就会转斑了一块砖 这样,这个洞已经过了尾巴磨到底了 一落油压转的时候 就跟砖磨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砖磨就不会有事 接着就开始继续砌 首先,准备了一支有自动变速的油压转 再放进去,先轻轻手 透过我这样捏几下 就能控制到它的速度和它的力度 接着准备了几下,然后清掉一些层 在这里看到我的转嘴 跟这些砖是完全没有任何接触的 这样就很稳定了 还有,无论你DIY也好 或者你专业也好 你最好用一支更漂亮一点的 例如这一支 26DRE的三用转 因为无论你DIY也好 如果你DIY也好 这把好像1300元左右 它也是继续用到你死 它也还没死 但是利用一些鸡的东西 放下放下放下 它也会自己开始一些问题 专业就更加需要一把漂亮的油压转 就是这样 对了,留下了一些不锈光的螺丝 特别软身 刚刚发亡四收它 收到断轨了 我们要怎么拿它出来呢 就是要找一支1分 或者有再幼一点的0.5 0.75就更加好 其实选择一个大坏的胶质 对了 顶着用手 对了 对了 刚刚只用一行洞 它应该已经松了 对了 又用拿钳 没有拿钳 就像这样 拿把钳 就自己出力一点 哎呀 扯掉它 接着用把油压转打 打走胶质 其实用风光转转打好一点 但是 我不信浪费了一支意粉风光 对了 对了 打烂了头的部分 先 因为 不如待会打烂 打烂 打烂砖了 一支都放太多 Rusia 是 是 又不信浪质 令它们可以做成功 就去看你了